希望巫蟹可以有餐冠饱 收养过百只流浪狗的傻妈 在去年被逼迁 经过我们报导之后 得到不少人的帮助 经历几番风雨 是今年终于搬到新地址 以为可以安定下来 不用再为找地方而烦恼 谁知挑战真是一个妾一个来 我们的粮食 你刚才也看到我们的粮仓是干了 我们的粮食是 只可以支付到巫蟹三天左右 我们一天最少就四包粮 一般一三五就搬罐头 二四六我们就会十先吃给它 有一天就吃齋 救援多了 负担重了 还有医疗 因为我们的牆多数都是老狗 病狗多 加上我们现在要第二期工程开始了 我们陆陆续做些钱 都是要退出之前的工程款 我们这边才可以开工 变成我们的开支日不敷支 用起九九度的各种开支 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增加了 再加上九月的一场五百年一月大暴雨 令到九场大水浸 粮食都被浸坏了 我个人习惯打风前 我就会储定些粮 谁知我储完粮之后 就刻意浸墙了 整个仓都被浸坏了 因为打风前 我叫了差不多五万多元货 全部被浸坏了 现在九场只剩下足够三天的粮食 对过八只狗狗来说 是绝对不足够 但尽量绝 傻马到希望有心人可以伸出换手 平时我都是扣粮 有些好心的店铺 肯让我们扣借了 有钱再赚钱 我们不可以说 师傅你再扣一些给我 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就要向外界求助 希望有些人捐多些粮食给我们 当然我能教他们回来 我当然是想他们在这里 可以出到领养 想找到家就更加好 找不到家的 有些老狗病狗 我都希望他们在这里 健健康康地在这里安老